开始安装模具 安装模具之前 先把这个并帽 上面的四个螺丝并帽松开 压板 上模压板松开 下模压板松开 接下来先装成型模 成型模的缺口方向 在加料这边 加料这边这个方向 朝这边 下面定位朝 在机器的导板上面 有个定位朝卡在里面 装碗下模 锁点边上螺丝 下模安装完毕 再装上面吹气模 这个孔位 对准上面那个孔位 从这边推进去 上面吹气模 直接从底下放进去 扇模已安装 再继续点凍 点凍 两个模具合在一起 再对准扇下模 边的平整度 扇下模已对齐 边要对齐 再用这个吹气嘴 钻在这个上面 摸骨 先钻上去 先不用锁剪 先剪边上的两边的压板 压板剪完之后 再用中间的吹气嘴 再用中间的吹气嘴 剪掉 再插吹气管 上下模已装好 我们再查看 这两个并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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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上面这个板 必须又有空筋 一并都有最少有 2-3个毫米的空筋 再紧上面这四颗螺丝 螺帽 这样剪掉 四颗螺帽 对脚紧 四颗螺帽 剪完之后 再用这个并帽 并帽往上调 调紧 调紧上面这个 上面这块板 成形模已 上下模已 安装完毕 接下来 换中间的轨道 这两块轨道 一条长一条短 长的在加料这边 无论 这个可以看下 并不一样 轨道粘上去之后 底下这个螺丝 从下面往上 往上营 轨道已安装完 接下来 转热风膜 热风膜在这边的话 攀热风膜在这边 在打G号那边 在这边放下 中间有个定位槽 也是根据定位槽的方向 这样放 热风膜也安装进去 左右可以推动 等那边吹泡过来的时候 再锁紧这个热风膜 开始安装干制 干制要这样排好 拿过来 这个槽里面 热风槽里面放进去 这个槽 干制的这个槽 屁股这里这个槽 干制装完过后 把鸭条放上去 把干制卡住 把螺丝粘上 这个槽最上 干制安装网 螺丝锁紧 开始钻网纹板 网纹板推进去之后 用手扶一下 扶一下网纹板 再用锁紧侧面这个螺丝 接下来安装切刀 切刀钻上去的位置 先钻切刀下磨 安装的位置 这个缺口 放好在四幅轻盈 对着四幅轻盈这个方向 装好之后 紧往这四颗螺丝 紧持四颗螺丝 边上 对着这里 必须是平整的 下磨安装完毕 再放对 先放这个轴层 再把扇膜 扇膜这个轴 这个方向 对到这个方向 才从上面放下去 切刀上下磨 放进去 再开始点动设备 点动设备 把切刀顶到最高点 切刀安装上去之后 要注意这个方面 从切刀这个平面 你这个柱子的台阶 高度大概相差 四个毫米左右 三个毫米到四个毫米都可以 一个台面 高度 再安装切刀盖板 切刀盖板放上去之后 再先把这个螺丝锁紧 先锁小螺丝 定上四个大螺丝锁 先不用锁 再按顶洞 切刀分开 切刀口已经打开 再紧锁上面四个螺丝锁 开始锁这个四个大螺丝锁 锁紧锁 对角锁紧锁 大螺丝锁 再按顶洞 切刀 这螺丝锁还到最高点 超过四处 再锁紧这两个小的螺丝 再按顶洞 再按顶洞 再按顶洞